41名商者經到馬州管制站回到香港 其中19人要由救護車分別送到拿達素醫院 沙田威爾斯七門醫院 屯門醫院和北區醫院 他們主要是頭和手腳受傷 另外亦有保險公司安排專車 在大陸接載傷者來到北區醫院自離 事發在昨日22號 41名團友和領隊乘坐由當地司機駕駛的旅遊巴 去到觀光點旅遊 當車使用梅州和河原交界的梅州旗嶺段公路時 遇到交通意外 車上所有乘客和司機都受傷 分別送到當地醫院急救後 在凌晨3點再經洛馬州返港就醫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鄭漢成報道 USCRIBE 動機 動機 地